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加中国好声音 然后第一首歌就是直接就是经营了全场 一点的游戏 通往哭泣 随即兴奋气 死了都有爱的 要不送给你 我还有暖天楼 随便有空走 走着你都不写掉 摸绕的尖叫 当时会太痛 在家里很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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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赛前录制的那个小短片的时候 妈妈陪你去的 但是其实她好像也没有完整的听过你唱那首超级棒 对不对 对 其实是在我的之前的生活中 她没有听我真正的完全唱过一首歌是完整的 只是在家没事自己哼哼几声而已 然后尤其是我站到一个真正的舞台上的时候 是她更没有见到过的 对 所以算是给她一个惊喜吧 对 那妈妈是一直在支持你的音乐录的吗 还是说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家里没有多少支持的 因为总是觉得一个女孩子走这条路可能会很辛苦 我觉得太渺茫 几乎不太可能 因为家里就根本没有从事关于有关于唱歌或者音乐方面事业的亲属 或者就是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会去走这条路 而且还这么坚定 但是她们只能是觉得说 嗯 可以了 那我就不管你好了 你按照你自己的路 你自己的路走 我妈给我的一句话就是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走的路 只要你不后悔 嗯 就可以了 我能给你的就是自由 嗯 那在唱这一首歌前 就是你是第一次 是有精心的做准备吗 那这首歌其实还是准备了挺长时间 嗯 之前筹备的时候 也是跟保安组的老师 还有自己身边的朋友也在研究这首歌到底应该怎样唱 才能引起那四张椅子的转身 对 那你觉得就是在上台之前你的心理的状态是怎样的 其实当天有意料到吗 就是 什么样的梦都做过啊 其实因为在下面做过无数场的梦 我四个一个都不转怎么办 四个都转了怎么办 嗯 转了哪个导师之后 我都要跟他说什么 其实好多梦就是之前都已经做过无数次了 嗯 但是真正你站到舞台上的那一刻的时候脑袋是空的 哦 对 因为观众非常的热情 你站到舞台上的时候所有的灯打到你的身上 嗯 真的是你想全身性的投入这么好的一个舞台 太棒了 影响效果是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所以就想好好唱这首歌 真的是特别有魅力的一个舞台 嗯 那最后是加入了阿妹的那个family 对 对 你有自己想到这样子的结局吗 结果吗 这是我的一个梦啊 嗯 阿妹老师是我从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歌手 她是我的女神 嗯 对 就是一直在听着她的歌 然后从开始学唱 然后到最后疯狂的痴迷 到最后听说阿妹老师是好声音的导师 嗯 然后我就整个人的状态就激动到不行 嗯 然后就是我们在后台的时候在跟导演组在那个 勾留 沟通问题的时候 然后舞台那边导师他们在彩排那四个导师的合唱 嗯 我听到阿妹老师的声音的时候我就已经激动到不行哭了 嗯 我自己都哭了为什么 嗯 就特别激动 我心 我背 我的生活 为你放弃自由 要为你所有 分享 你是我 你是我 你是之后的恶魔 我最能够脸 还做最后的美梦 你是我 你是破 你是天使的诱惑 让我做 眼泪 擁抱最后的眉毛 让我快乐 让我疯 你是我 你是梦 你是指望的我 破碎的眼尾也 擁抱最后的眉毛 你是我 你是梦 你是前世的诱惑 让我做眼尾也 擁抱最后的眉毛 让我端穿快乐自然的 让我端穿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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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你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 好像内心有一种小宇宙爆发的感觉 你觉得在舞台上肆意挥洒的这种状态 是你生活中没有的一个状态 还是说你私底下就是反差特别大吗 在舞台上 有一些反差吧 就平时的时候还算是比较安静 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 对 然后到舞台上的时候那一刻 就想把心里的那些话 变成歌 然后唱出来 发现出来 我觉得舞台是一个 让我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 那在阿妹的家族 这里面的所有的你们这些好朋友啊 关系之间是怎样的 嗯 嗯 都是好多都是小弟弟小妹妹 但是也许是我们组的年龄跨度也比较大 还有比如塔老师啊 孟鹏啊 他们年纪也是稍微比我们年长一点点 所以就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很多话题可以聊 他说是吗 我说 我说是 嗯 他说我说那天我们吃饭 我们要不要给他准备一个礼物啊 或者是什么 就是我们 大家一起给他过的一个生日 我觉得很有纪念力 然后 有些说 那我们一定要准备啊 然后就叫着大家伙 我们阿妹组的所有的人 大家伙一起研究 怎么样给老师一个 惊喜 让他知道 我们这么爱他 嗯 对 那你觉得就是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 自己就是印象最深的一首歌 会是哪一次的表演 我唱的吗 对 应该还是超级爆吧 还是第一首 对 因为印象太深刻了 当时在舞台上的整个人的状态 疯了 真的是 放出了自己 全部 这个体力惊人啊 很适合到我的健身房来啊 你太早了 请介绍一下你自己 四位老师好 我叫张欣逸 来自吉林通话 美丽的要名城 要命啊 要命 把我们的命都要掉了 这样子的表演是你一直以来 习惯的形态吗 还是之前不是走这个路数 就是刚开始也不会嘛 也不懂自己在慢慢地摸索 从来也没有学过 最好 这个 在刚刚的表演当中 我们可以称之为表演哦 显现出 它控制嗓音的部分 可以放也可以收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也是我转过来的一个原因 你的声音真的太有爆发力了 收放自如 对 怎么这么会唱 真的是豁出去了 其实今天晚上站在这个舞台上 然后唱给我的妈妈听 唱给妈妈听 妈妈又来了 妈妈受得了吗 她喜欢这种吗 我妈从来到现在 还不知道我唱这首歌 她从来都没有听过 对 我感觉你已经期待已久了 哇 很巧其实我在录节目的时候 我是全场第一个录的 太好了 对 当天晚上的时候 本来没有说过我是 我是第一个 然后突然间 导演过来跟我说 跟我说你要第一个上去 然后我当时心就 废了 第一个不就是死的要快吗 我一定不会赚的 怎么办呀 这心里 心里也特别忐忑 后来的时候告诉我 告诉自己 一拍桌子 等着小伙伴们 我给你们来一个满堂红 就是真的朝着自己的这个话来了 那是做梦一样 对 对 我觉得是人的一个精神状态吧 对 那其实我觉得在好声音当中 有一个环节是特别 就是要把 导师会把就是组里面的成员 然后配对 然后进行演唱这样子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 这个环节是真的有点就是 有点残酷 又设计很玄妙 你觉得自己在演音那首歌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爱什么心想这首歌 我真的还是比较熟 因为之前在自己演出的时候 就经常会唱这首歌 因为我非常喜欢 所以这首歌在我嘴里 也唱过不下伤百遍了 所以在舞台上的时候 我也为了跟之前的自己有不同 做了一些更改 几个音符 或者几小段旋律 所以但是这首歌 在舞台上呈现的时候 也是加了一小段 哈林老师的歌放到里面 所以就整个的状态就不一样 而且是我跟雅婷一起唱的话 跟我自己演出也完全不一样 还是很有心现在 突然还是攻招 突然开始攻略 突然后面 打打了 你当时 你开始给我升 奇奇怪怪 有些勉强的理由 我只好装作 但不懂 我在城外其他没有这么多借口 那天晚上你有话对我说 你的眼神早已对我没有温柔 还怪我什么都不懂 我在想你为什么总是有借口 三心二意的你我不想再忍受 Come on 两个就是都是舞台表现得非常强的选手 像雅婷就会比较就是偏朋克点 他的嗓音又比较 他的嗓音非常特别 对非常非常特别 然后而且在雅婷好像说 就是你在整个歌的准备的过程中 也帮到他很多其实 其实没有啦 就是因为他的这首歌 对这首歌不是很熟 他比较年轻比较小 这首歌是九几年的一首歌 所以说对于他来说 可能是不是特别熟 他还特别小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就很熟悉 所以就是跟他讲一些 每个地方要怎么唱而已 没有什么 那也是因为这一场比赛之后 就是被汪峰导师给抢人 后来又去到了汪峰的战队 你觉得这两个不同的组之间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我也觉得我超级幸运 因为别人都只有一个导师 当时我在台上 在纠结选哪个导师的时候 我真的是奔着我的女巡来 但是我好舍不下我的男神 就是好多时候就在想 为什么不让我多几个自己 然后跟那四个导师都一起学 这一次正好给了我一个机会 跟汪峰老师一起学习 在最长之前也非常喜欢他的歌 身边的朋友都很吃米他的歌 所以这一次机会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棒 就是别人都没有的 我很幸运 让我一次爱个狗 给你我所有 让我一次爱个狗 现在和以后 决定不算台湾 就是要从现在 把你赶出我们 晚 我要再孤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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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s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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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就是跟汪汪导师相处下来 觉得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感受怎么样 其实不是像最开始感觉 可能那么有距离感 那么陌生 老师教你的时候 他心非常的细 记得交唱那段时间在舞台上 他给我提出的每一个点 都是很精细的那种 所以说跟汪汪导师在一起 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 那你觉得整个好声音的比赛 给你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好声音的比赛给我来说 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 让我更平淡去看待自己的梦想 不会像以前把它放得那么大 扩充到生活的全部 也不会有的时候那么低迷 把它想到那么渺小 我绝对不会实现它 那真的只是一个梦 但是经过好声音的舞台之后 把自己完全的 整个人的思想状态给颠覆了 就是用一颗平常心 去追求不平凡的梦想 那你觉得整个好声音参赛下来 自己有些什么样的改变吗 变化的 其实变化真的很大 就是之前的时候 可能对于舞台的憧憬 会比较浮躁 会中有一个比较大的舞台的时候 是会想把自己所有的东西 都展现在上面 他们等有一百的时候 我想展现一百零一分 但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过度的表现 是一个不好的 演出也需要有收有放 所以这个好声音的舞台 经历了以后我会知道 怎样去更好地把控一个舞台 而不是去充分地去填满它 就更收放自如 懂得拿捏了 对 懂得怎么去享受这个舞台 我在舞台上我是快乐的 我带给大家才是快乐的 对 不是像之前自己想的 我想把我所有的东西都表现出来 然后我让你们看到我 对这是一个两种心态 对而且而且前面那种心态才是 就是对自己来说是最好的 对对因为我在享受这个舞台 我是快乐的 我用我的自己的第一份的 开心的感觉去感染大家 我想大家看到也是舒服的 那经过好声音之后啊 也参加了很多的演出巡演啊 包括而且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 你一条微博是去年11月11号 就是大家都在抢双十一 或者过光棍节的时候 你们去到了香港的恒广 对对对 好多小伙伴 对是自己很梦寐以求的一个舞台吗 那个是真的是梦一样啊 就根本不敢想 其实好多时候 自己那个梦只能在自己的小房间里 小空间里自己坐一下而已 连说都不敢说得出来 甚至连许愿的时候都不敢去许 但是当你有这样一个机会 从天而降的时候 就觉得真的一切都那么的真实 我应该去好好地面对 好好地把握 好好地享受 你爱着爱你的那一个 谁在谁在谁的爱情中 白眼很角色 对白还没说 留下谁舍不得 对了 对了 错了 都不管 尽有了 每个人都是 这俗世爱情中的过客 爱了 痛了 只是别太快乐 没有人记得 这爱情被俗世的变苦涩 之后呢 我们的心意也出了自己的首张EP 对不对 对了在去年 叫做看见 对 这张EP里边有快歌 有慢歌 第一首歌也是延续我之前的音乐风格 其实这张专辑叫看见的原因 也就是想告诉大家 在现在这忙碌的社会中 这么忙碌的大都市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每天要忙的工作 其实很多时候会很难 有一个时间去静下来想一想 我最终想要的是什么 这首歌想告诉大家就是 想让大家看见真正的自己 嗯 就是节奏太快了的话 有时候要给自己一些时间来沉淀 回味 解压 解压 那你解压的一个状 就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压呢 很多啊 有的时候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 大声的唱 有的时候也会什么都不说 可能一天两天都不说话 然后一直在听歌 用各种音乐来刺激自己的神经 嗯 然后一点一点的就跳得出来了 嗯 我发现就是你解压方式要么就是纯输出 要么就是纯输入 对 这样会比较有直接的感觉嘛 嗯 很有意思啊 那能不能小小的给我们唱一句 因为这个看见也是这首同名的一个主打歌 唱两句副歌的部分吧 好好好 我上了心跳去被狂热加倍 翻又可以 我的美丽无限 爱过了早过微信天洞地里 翻又可以 我心里也不会累 哇 这很好听啊 而且真的是自己一个就是比较擅长的一个风格 对小松老师在选这首歌的时候也真的是非常兴兴 他觉得真的这首歌很适合我 他才会把这首歌拿到我面前告诉我 你听一下怎么样 嗯 我是很幸运 真的一路走过来 非常的幸运 嗯 能遇到这么好的舞台 这么好的老师 还有这么好的制作人 和这么好的公司 嗯 如果你懂得 冷的爱情不能 假热 还有一首歌啊 叫做素食爱情 嗯 嗯 这首歌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首歌其实跟我之前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一首纯情歌是我之前真的在舞台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去演绎过一首情歌 是我完全之前的一个空白 嗯 当我拿到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就是自己有点傻了 嗯 我为了找这首歌的感觉 其实还有一个小故事 我在 拿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刚开始是录不出来的 嗯 怎么唱都不对 嗯 自己把自己已经唱到流泪了 感觉还是不对 嗯 后来的时候 然后那个小松老师就跟我说 你不要去想这首歌 你现在完全就放松你自己 嗯 什么都不去想 到下首歌 到下次来录这首歌之前 你也什么都不要想 不要想这首歌怎么唱 嗯 然后我想那是放弃了吗 然后但自己自己今天很很失落 嗯 我回家之后 听着这首歌 Demo 然后 在北京 一个人 我也不知道坐的是什么车 公交车 我随便就上了几站 嗯 坐到终点站 然后再换乘 坐到终点站再换乘 我也不知道自己给自己走到哪了 然后后来 嗯 导航 看着手机的导航 我开始一路往家的方向走 但是不知道自己走到哪了 但是这一路上 从公交车到走路的时候是 完全我的世界 就我一个人 真的心已经沉浸下来了 看着所有的人 包括老人情侣 青年人的情侣 包括抱着孩子的 还有学生的恋爱 我看着他们 有的人是快乐的 真的有的人还在吵架 嗯 有的人是在匆忙中 还有人是在 就是 唠唠叨叨叨 埋怨的那种感觉 过日子 我在想 所有人的爱情都是不一样的 但我们年轻人的爱情 就是素食爱情所讲的这种 嗯 嗯 每一天可能是感情来得快 嗯 突然每一 每一天的时候你不知道 你醒过来分手了 对 其实 好多人就不会去相信爱情 嗯 但这首歌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 冷的爱情不能加热 但是这段感情过去了以后 我们还是要用一颗真心去迎接下一段感情 不然的话 你没有一颗真心 你没有一份热情 下一段感情也不会来得这么快 嗯 那你觉得在这张专辑当中 也提出了自己的很多爱情观啊 包括生活观这些东西 你觉得自己在这张专辑当中 有加入很多自己的想法吗 其实还好啦 我还是以学习的角度为主 嗯 最开始的时候 因为之前也没有录过自己的专辑 就算是我第一首歌到到现在吧 所以就是还是觉得是一个以学习的状态为主 嗯 等到我觉得自己的语意丰满一些了之后 嗯 我再去施展一下我的意见吧 那最近也是有好像说是在给一个游戏做配音 对之前一段时间 对前一段时间 是一个什么样契机接触到了这样一个事情呢 特巧了吧 也是可能是我那段时间 刚在北京那正好空闲的一段时间 然后静静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配音的 那个工作你要过来 我说配音 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以为什么配音啊 是自己还在号不号的时候 他就给我发了一个邮件 嗯 然后他说就是这几个音 就是就是就是这几这几句话 然后你可以回去先看一下 嗯 然后到了现场之后 戴着耳麦 然后我就啊 投入到那个角色当中 我觉得还挺挺想挺享受这个过程的 嗯 你就比起唱歌来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 你觉得是一个挑战呢 还是说自己啊 其实挺喜欢这个试的 最开始来说是挑战 但是当你站到那个棚里之后 就还是用声音来表达我的情感吧 我的 还算是我的一个强项 所以说 这种机会我想想多多益善吧 我还很喜欢的 嗯 那你先回头看啊 自己一路走来的这样的音乐的历程 你觉得嗯 你想对以前的自己和以后的自己分别说些什么 以后的自己 谢谢你 谢谢 一直努力没放弃 嗯 以后的自己我想说加油 嗯 还要更加努力 还要更加努力 对 你觉得五年后或者十年后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希望自己还是站在一个很 很让我自己享受的一个舞台上吧 无论他是大还是小 嗯 无论观众是多是少 嗯 只要有人去听 嗯 我就在唱 嗯 总而言之你就是不会放弃 对 非常的感动啊 也期待张欣益给我们更多更多舞台上的精彩的表现 也让我们看到更多面的张欣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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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玩 lig哪的 我 诶 消 是